妳是怎麼保養的啊 就是我除了會吃一些膠原蛋白 還有美妝以外 就是身體保養我也是蠻注重的 比如說使用一些沐浴乳啊 磨砂膏或是身體乳液 就是這個冰淇淋磨砂膏 冰淇淋 對 你看它是不是看起來很像一罐冰淇淋 很像 我之前都在桌上 然後我們現在喬來還說 為什麼不拿去冰 很可愛 但是現在夏天我們都會穿背心或穿短 對 就是這邊啊 會皺皺的 對 皺皺黑黑的就會有點尷尬 所以我覺得除了臉需要去腳之外 身體也很需要 然後它這個冰淇淋磨砂膏是量膚定制的 對 就是可以針對不同的部位 還有不同的膚質來選擇 對 這樣才會有柔嫩的牛奶滴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磨砂膏的重要性 因為我以前會以為磨砂膏顆粒越粗越好 對 我也是這樣 感覺越痛好像越有用喔 對 然後或者是你明明就是一直插乳液 可是身體都還是會有點黑黑的 對 後來還知道是因為那個老廢角質堆積 然後就會有很多問題 譬如說乾燥啊 缺水 暗沉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定期用磨砂膏很重要 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質地 你看 是不是很像冰淇淋 真的很像冰淇淋 裡面有顆粒嗎 而且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難怪你小朋友想吃 對 而且它超級香 你等一下我 會怎樣 你要吃到 好 很香香 對 甜甜的 然後有點木質香 所以它的顆粒是非常細是不是 對 你看它很輕柔 它的質地很舒服 這樣子輕輕的柔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加強的話 像後腳跟背部就可以用那個 沐浴刷一起來搭配 一起 對 而且你看它的顆粒真的非常細 因為它有那個 臉部保養及磨砂微粒 所以你看它的顆粒其實圓潤又細小 對 然後它還有添加經典滋潤保濕如液 所以就是可以邊洗邊養膚 然後用溫和清膚不足 厲害喔 所以如果全身都用這個也OK吧 我自己是全身用欸 對啊 脖子怎麼這邊都會有感覺 特別是脖子黑黑的這邊 或是背啊 對 然後你的這個屁股包那邊 耳朵後面 對 蓋鼻這邊也很需要 對 蓋鼻這邊也很需要 要磨一下 這樣戳完之後就可以洗了 它就是很舒服 然後又很優雅的 我先洗掉給大家看 好 你看 哇 水嫩嫩喔 你看它 它比較嫩 比較嫩 比較光澤 比較滑 欸 真的 好嫩喔 馬上見效 而且你後續這樣塗乳液的話 它是雙效果會更好 好漂亮的手指 那像我如果有些人 它是比較敏感肌膚也是可以用這種磨砂膏 對 我跟你講 冰淇淋磨砂膏它就很貼心 它就是良膚訂製出了 三階段磨砂力道 然後我這個石流的是 四中款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很適合我 然後四中款還有一個 是奇異果跟乳桂的 那如果像你是比較敏感 它還有一個這個 櫻花的 櫻花青春 對 它這個就是它的顆粒 花香味 會再更細 然後質地會像奶昔 就是適合沒有使用過的人 或是肌膚比較嬌嫩 比較敏感 對 你看很脆弱 就是再更細一點點 真的耶 它很有顆粒的感覺 所以如果皮膚非常粗糙的 需要用哪一款 然後它有最深層的 就是通常餅乾香味 然後像餅乾 就是會再更有顆粒感 顆粒感會更明顯 對 然後更明顯 但是深層的 我自己是會用後腳跟 一定用後腳跟 然後那個夏天到了 然後那個夏天穿拖鞋 有的女生這邊都裂開 真的喔 真的不行 就是這裡需要戳一下 這樣是比較好 各種品質它都有推出適合的 對 它就是有三款 很貼心 大家可以自己選 我自己也是會混著用 是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性價比還蠻高的 一週用兩三次 也不會覺得很形容 就是洗完澡 是一邊洗 洗完沖完之後 就直接敷上嗎 沒有 應該是要洗完澡再用 就是先洗後膜 是我自己一定會用的SOP 對 然後如果洗澡的話 大家可以搭配它的這個 是葡萄 清新葡萄柚的沐浴霧 就是它很舒服 然後它會有一個很舒服的香氣 然後洗完之後呢 也會覺得很舒爽 洗完之後 然後再側裡的抹紗 對 而且它這個洗完就是 很像肌膚喝完氣泡飲這樣子 哇 很舒服 而且它有添加雙少養護鎖水配方 所以你洗完隔天還是很水潤 然後不會黏黏的 這就是我的這個 美肌養成術分享給大家 謝謝